可能在大家这个概念里面 电动车可能都是只有一种 就是以比亚迪为代表 另一个的话可能是以特斯拉为代表 那么实际上的话 这个电动车 真正全新平台的电动车 目前是很少的 那么我们主流的 可能看到的国产的 比如比亚迪 北切 它实际上是以燃油车平台来改造的电动车 就它跟特斯拉 包括未来这样的电动车的平台 天生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那么它体验在哪呢 就它的质量分布 是以前轮为主的 这也就是说 不管是北切好还是比亚迪好 它的动力分配也一定是以前轮为主的 就虽然它可能说我有市区 但它的市区的发力 一定是以前轮发力为主 这为什么呢 因为前轮的载荷更大 也就是它基于以前燃油车的一个平台 那么它前面的发动机上 它放了很多的一个东西 那么前面的空间很大 它为了利用原来的这个平台 那么自然以后这个电动车做出来 它前面的质量也会比后面要大 那对于我们像新的平台 比如说未来 包括特斯拉 它是从零开始做的 那么它前后轴的走后 很容易做到一比一 也就是宝马天天吹嘘的这个50比50 这样的话 它前轮的负担就会比较小 这样也基于这个平台 它可以做出后驱车 或者说是四驱车 我们知道特斯拉 它是有专门的后驱的 对Model 3而言 那目前的话 未来的话都是四驱的 但是它可以在加速的时候 很容易做到偏后驱 甚至是纯后驱 都没有问题 这就是源自于它的质量分布 更合理 这也就是说 我们从这个平台的角度 首先要搞清楚 目前市面上的电动车 都有哪样的平台 实际上真正的纯电动的平台的话 是非常非常少的 那么如果我们基于 这种改装平台的话 那么它的操控 按我的理解 它是比燃油车实际差的 它差在哪呢 差在它前后轴的走后分布 比燃油车更不合理 比如说以前 那混合动力的比亚迪 那么我们会测试 它的燃油车和电动车 我们会发现它前轮的载货 在自动的时候 它的负荷会比燃油车更大 就它前轮的负荷更大 后轮有更大的 一个泥地的一个趋势 这就导致它在自动的时候 它的操控性会更差 那么在弯道的时候 也是同样的理解 车头越重 越容易推头 因为前轮的负担太大 所以说我们要讲 纯电动车 那么它的操控的话 它会比燃油车好 但是对于这种老旧平台 或者说基于燃油车改造的 纯电动车的平台 它的操控性 未必会比燃油车强多少 那对于我们市场上跑的 包括路上跑的这种家庭用的 乘用车 它的前后轴和 大致是前轮到60% 那么后轮的话是40%左右 那么可能这种 基于改造平台的纯电动车 它的轴和没有那么理想 但是它也会比传统的燃油车 会略好一点 那么这样的平台 你也可以去了解 它要么是前驱 要么就是基于前驱的市驱 也就是它的市驱 还是以全能驱动为主 那么这样的车 它操控平台的话 就会介乎特斯拉 未来这样的车 与燃油车之间的一个状态 这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个平台 另外一个就是刚才强调的 就是这个车 它的质量 不管是纯电动的也好 还是经过以前的全新平台也好 还是经过以前改造的 这个燃油车来改造的纯电动 它一定是比燃油车要重的 那么重的话还重的比较多 大致相当于一个空车 跟别人满车的一个比较 也就是等同的车型 一个B级车的话 纯电动的可能会重量300公斤 那么这个载荷的话 增加这么多就导致 它自动系统的负担会变大 所以说你开纯电动车的时候 你会发现 如果它原厂的刹车配置不是很高的话 那么它的自动一定是比较吃力的 这就是在自动这方面 另外一方面的话 就是我们刚才也聊到 就是在这个弯道特性上 弯道特性上的话 那么对全新平台的纯电动车 它的操控性是非常非常有利的 那么有利的也就是我们刚才聊的那几点 第一是很低的物理重心 导致它的侧倾小 侧倾越小的话 那么内外侧抓地的落差就越小 那么车越有机会 去按照中性的方式去过弯 那同样的 如果是一个基于传统平台来改造的一个电动车 它的质量分布还是以前轮为主的 这样的话它在过弯的时候 它同样容易推透 也是转向不足的状态 就是说从弯道的角度 这两个平台也是差异化的去对待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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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